我就害怕他你不交钱就不给你动手术了 我老婆问他他说你这个刀子是什么东西做的 他说我的刀子是保湿 男子手术做到一半突然被叫停 医生要求家属购买4100元的手术刀 忽然手术无法进行 患者被晾在手术台上 家属一见这情形当场愣住 他从没听说过做手术还能先上车后补票 而且非得到了关键时刻才给他说 家属交集之下只能稀里糊涂地缴纳备用 术后男子金先生得知此事 他如瞎子往天窗不明不白 金先生表示医生手里的刀就像战士手中的枪 哪有上战场不带枪还去现场直接捡的 况且医生在手术前也没告知他有这么一笔备用 于是金先生便向自己的主治医生进行询问 没想到医生的回答让他匪夷俗斯 医生告诉金先生夫妻俩 这个刀是保湿做的才会这么贵 金先生一头雾水 在他看来 不管这把刀是宝石做的也好 是黄金做的也好 只不过拉开了一块肉 怎么就收费这么多 虽然金先生并不满意医生的解释 但一想到自己的手术非常顺利 还有医疗保险兜底 金先生也就此作罢了 但几天后金先生办理出院手续时 账单令他大吃一惊 今天初烨来看 equal to